第1隻精選港股是港鐵66號 港鐵將會在星期四公佈中期業績 預料它經常性業務 可以受惠於香港及內地復償 而港鐵售樓收益入帳延後 預料今年中期難有太大的驚喜 外勸商普遍預測 港鐵中期收入平均值大約29億3千萬 岸年增加2.7萬 李昂早前發表報告說 受惠於客流量回升、免稅店重開 以及租戶銷售復甦支持 港鐵今年經常性利潤有望大幅增長 但高盛指出港鐵今年沒有發展物業項目的落成 並且預期在沒有物業入帳的情況下 中期核心順利跌6.7至26億 賣而已銷售物業入帳 大部分預料下半年才得到確認 無論如何在復償的趨勢之下 勸商預料港鐵收入重回增長之路 售樓收益入帳令到它的順利表現比較反覆 賣幸好無損每股派息 每股帳面值增長亦無礙 財務狀況逐步改善 賣券商給予港鐵平均目標價大約44.6 比上星期收市價高大約2.8 若港鐵在中期業績有驚喜 而管理曾帶出較樂觀的前景展望 全年每股盈利及每股帳面值等都有望被順調 為少股東帶來盈利或資產方面的準一步收復空間 港鐵回升到40元 只是回升至估值較合理的水平 投資者不妨等待港鐵回至35元給納 賣先看40元的水平 只蝕為33元 第二隻的精選港股是港登2638 中期業績反映港登順利繼續增長 派息維持穩定 港登宣派中期息每股15.94先 並且在8月15號除淨 未有課又有意收取今次股息的投資者 需要及時吸納 港登近年派息趨勻 在現價水平 投資者預期未來幾年 每年可穩待大約6.6厘的股息 今次業績反映港登業務穩定 半年順利9億8千萬 升9.8% 雖然業績後遭到大行花旗暢淡 在美元利率催升的預期下 港登的股息回報率並不吸引 但港登股價在業績後仍然硬正 並且跑人大使 證明市場對於港登業績受落 公用股向來都是投資者收息之選 而港登專注在本港供電市場 業務比電能和中電更加穩陣 近年港登的盈利都見到穩定增長 加上以信託形式運作 令到股息有支持 股價走勢上 港登在6月底 在大約4.6厘底之後持續攀升 暫時見到支持 如果失手4.6的支持位 需要提防有再回落的公險 但港登現時預期市盈率大約14倍 遠低於過去5年 平均PE大約20倍 預料進一步下跌的風險有限 negatif什至公開 扶持住 2��